解密努尔哈士之期 辽东总兵李承良的骄傲和失算 努尔哈士采用两面的手段 在羽衣未封的时候 向明朝称臣纳贡转移明朝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 急剧实力快速扩张 统一建州女真各部 到1595年 先后夺取建州女真长白山三部 至此经过十多年的浴血苦斗以后 努尔哈士终于将风起称雄的女真各部 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 国事日盛 可是明朝辽东总兵李承良 却被努尔哈士的公顺给麻痹了 他认为 努尔哈士既听话也成不了气候 从万历十一年 公元1583年 到万历十九年 这一年李承良卸任了 正好是努尔哈士起兵 统一建州女真的时期 李承良干嘛呢 他却把重兵都投向了海西女真 海西女真是建州女真 努尔哈士这边的仇敌啊 等于你重创了海西女真 就为努尔哈士统一海西女真 更提供了有利条件了 说到这儿我们还有必要 把海西女真给大家来说一下情况 明代的海西女真 她是起初这个居住地是海西 就居住在海西 就是松花江地域而得名的 海西女真是支派比较分繁 居住的比较分散一点 后来就不断的往南移兼并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 海西女真就逐渐整合成了四大部 就是我们说的护伦寺部 哈达部 挥发部 乌拉部和叶赫部 这海西女真四部呢 西边临着漠南蒙古 北边到松花江一带 南边跟东边都是紧靠着建州女真 所以它居这么一个东北地区 比较中心的地方 明朝廷在海西女真当中制定的政策呀 就是扶持哈达部 然后制衡其他势力 因为对于明朝统治者而言 任何威胁到这一既定政策 或者是打破这一平衡的部落 或者是个人 都是明朝的敌人 在努尔哈市开始统一建州女真之前 海西女真 叶赫部有双奴 什么双奴呢 就是叶赫部的始祖 主孔阁之孙 叫养家奴和成家奴 这两个人呢 为了取代海西女真 哈达部首领王台 就是像当这个四部的盟主 这俩人呢 就是一再策反哈达的内部人员 甚至屡次进攻哈达部 你这不行啊 这就破坏了明朝政府制定的扶持哈达 然后左右均衡的这样一种政策 战略政策 所以明朝政府决定 参与到叶赫部与哈达部之间的争动 史料上是这么写的 歹伤不利 这个歹伤就指这个哈达部 歹伤不利 则无海西 无海西 则二涅 南连北结 而开原威 开原威 则全聊东获之不可胜道 这是明神宗实录 这个史书上记载 如果哈达部不好了 那你这个海西也就不成海西了 没有了这个海西 这个二涅是指这个 那个双奴的俩儿子 他们就会南北连接 就更危险了 然后整个全疗 那就乱七八糟了 从以上这个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明朝廷为了维护既定的统治政策 不受侵犯 打击叶赫部的势力 那是刻不容缓 并且这一行动还殃及到了哈达部 万历十一年 到万历十六年 辽东总兵李成良等等的一个明朝将领 对海西女真 用兵三次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首先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12月 辽东巡抚李松 总兵李成良定好了计谋 就等这个叶赫贝勒 就是那个养家奴和成家奴 进入伏击圈 伏击他们 他们是引诱这个叶赫的俩贝勒 到开园进行马式贸易 在开园 扶杀他们 简单的说就是 按约定啊 这个叶赫的俩贝勒 要带着他的部众 跟明朝进行这个马式贸易 地点定在开园 明朝的事先在这 就埋下了精兵 就这样 叶赫的俩贝勒 率领了两千骑兵 穿着重甲到了开园 要入室进行贸易 明朝的官员一看 你既来世贸易 怎么还带着重甲呀 数千如临 俩贝勒无奈 只好警犹说说 那我们只带三百人进来吧 史书上记载 叫请以三百余人随从 好 这样郑重李承梁的下怀 当两位贝勒 率领着随从进入到市圈 就是四周用围墙围着 进行贸易啊 马式这么一个地方 突然信泡一响 伏兵四起 俩贝勒 及其三百余随从 全部被杀 圈外的李承梁听到信泡声 带着精兵突然进攻 叶赫女真在市圈外的骑兵 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级 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 叶赫部的残部发誓 永寿明朝约束 李承梁是喜马一族 得了受兵 这次设计斩杀呀 使叶赫部蒙受到了空前的灾难 这也是李承梁对于海西女真的 第一次重大打击 又过了四年 在万历十五年十月 辽东巡抚顾仰谦 以降兵为向导 攻打哈达部的孟革部路 明军是攻城拔寨 共斩首五百余级 又割除了孟革部落 原承袭自他的先父 王台龙虎将军的职路 把你这个 世袭的这个职路 给你抹哈了 势单力孤了 因为哈达部的人 本来就少 被斩杀了五百多人 那肯定是成年男子呀 打仗嘛 所以哈达部的军事力量 受到了重创 这是第二次 到了万历十六年 1588年三月 李承良又率兵 攻打叶赫部的 布斋和纳林布禄 这两个人呢 是成家奴和养家奴之子 因为他们的父亲 被李承良用计给杀了呀 他们两个人在父亲死后 分别承袭了 叶赫的二贝勒 日渐强盛 所以李承良又斩草除根 率师指导叶赫山城 而在攻城的时候 明军碰上硬叉子了 山城树重 垒攻不下 进攻遭到了 叶赫东城和西城的 贝勒和部民的坚决抵抗 李承良下令 开炮 摧毁城墙 这才破除外城 然后连续攻克两城 共斩首554颗 获马器 七八百计 听啊 中国这个古代的一些战争啊 说 死几百人 不是多大的事啊 可是这个对于那些 部落而言 那是相当相当的 重难了 死伤惨重 城中老少昼夜豪气 就这样 叶赫哈达在五年之内 连遭明军三次重创 损失惨重 元气大伤 所以你看 努尔哈士在迅速崛起的时候 这边 明朝 又 几乎是代为他 把另外的海西女真给削弱了 那这个就给努尔哈士以后统一海西这边 有奠定的基础了 是吧 同时还有一个外部的原因 就导致努尔哈士迅速崛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1592年到1598年 日本侵略朝鲜了 就当时统治日本的风尘秀吉 发起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朝鲜的宗主国是明朝 于是明朝 辽东驻军 主力入朝作战 叫抗日元朝去了 那个不叫抗日元朝 那叫叫元朝抗窝战争 所以 部队主力去了朝鲜半岛 你肯定在辽东这一块 你就 力量就弱了 打了七年的战争 对阵双方是两败俱伤 自从这个入朝作战以来 辽兵阵亡逾两万 辽东原有兵额是9.5万 到了万里18年 只剩下4万了 所以面对建州女真 面对努尔哈士的迅速崛起 正忙于 对倭寇作战的明朝 不愿意后院起火 也只好 继续施以那个机密之策 稳定后方 来确保前方 就是朝鲜战场的胜利 所以 努尔哈士紧紧抓住明朝廷 无暇踏步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1593年 击溃了海西女真九部的联军 厉害了 是吧 不光建州女真统一了 海西女人那边也打到了 不是 为了稳定这个后院啊 1595年 明朝还特意加封努尔哈士呢 加封他正二品龙虎将军 这是明代女真部落领袖 能够获得的最高职位了 你看 努尔哈士的一步一步的走来 以费阿拉城为基地 利用建州统一后的强大力量 抓住明朝辽东军力虚弱的时期 哈达 叶赫遭受打击的时期 以古勒山直战畜牧 击溃海西女真九部联军 拉开了吞并海西女真部落的畜牧 那么 接下来 敬请关注 解密努尔哈士之八 击溃九部联军的前夜